杜晓松你真当我是傻瓜吗 你现在穿的衣服和你住的房子 是不是他林向远给的 是 你可不可以有点鼓起 他林向远是什么样你会不知道吗 你这么跟他来往 就是为了这些小恩小惠 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你不可以这样侮辱我 我侮辱你 我以为你很有骨气 当初为了跟我争那套房子 可以如此拼命 现在却随随便便住进了林向远的家 你想我怎么想你 你想我怎么看你 你呀 杜晓松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看你 小苏 杜晓松 你什么意思 你闪了我一记耳光 我什么都没说呢 你委屈了 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一下的吗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林向远的房子 你住的房子你会不知道房东是谁 杜晓松你在测试我的智商吗 杜思琦跟我说 他有一个亲戚的朋友 常年待在国外 他那个房子需要有人照看 看房子这种理由你也信啊 扶龙警员是新盛一手开发的 你不知道吗 还有他林向远 对你安的什么心 你不明白吗 我 我从住进那个房子到现在 从头到尾 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有任何林向远的痕迹 但凡只要我有一丝一毫的察觉 我就算是睡在马路上 我都不可能踏进那个房子半步 房子你都住进去了 你告诉我你没有察觉房主的一丝痕迹 谁信呢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从头到尾都是被蒙在鼓里的呢 我干吗要跟你解释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凭什么要跟你解释 小苏 这算什么 廉价的同情吗 你爱怎么理解 就怎么理解 随便你 你不信任我吧 我想得那么不堪 你干吗要对我那么好 你凭什么把房子还给我 你凭什么在小岛上 打雷的时候安慰我 你凭什么带我去你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跟我说那些心里话 我凭什么 因为我们是朋友 朋友 雷雨中 你敢承认你对我从来就没有偏见吗 你敢承认你自己的情感吗 你敢吗 我倒想问问 你付出过情感吗 是 林向远是我大学时候的学长 他曾经是追求过我 但我从来都没有接受过 世界真小 雨夜的那一天 我在街上晕倒在雨里 恰巧被你撞见 是你把我救起 我相信 那天晚上的事情 才让你对我有了根深蒂固的偏见 对不对 我以为 你对我这么好 是因为你对我的态度有了改变 看来是我错了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你可以毫无信任地对我横加指责 认定我水性洋花 认定我朝三暮四 可见我在你的心里是多么的不堪 我不知道你爱过谁 你又信任过谁 我一个小员工 在你这样一个大老板面前谈感情 只能是个笑话 只能是个笑话 等等 如果你想解释什么的话 不必了 你说得对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 去拿别人的尊严开玩笑 不管是老板 还是支援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我们的灵魂在上天面前都是平等的 此时此刻我们就是平等的 小苏 我现在说这些 我想你有可能以为我是为了找理由 北宇宙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是不可能那么公平的 或许是我自己太敏感了吧 天已经很晚了 我先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小苏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急死人了 电话 电话 可能忘在会所了吧 小苏 我 我错了 刚刚年会上发生的事 裙飞已经跟我说了 真的对不起 我没有怪你 我有点累了 我先进屋了 小苏 小苏 你别这样啊 我错了 我看你难过 我也挺难过的 我看你难过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太过分了 我早就说过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小苏 这次真的是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也真是邪了门了 鬼迷心窍 怎么会相信他呀 反正 明天我就从这儿搬走 你搬不搬随便 你走了我怎么可能在这儿住啊 咱们俩共进退 我也收拾行李去 你得等着我啊 杜小苏来了 你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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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啊这个世道真的是 原来会有那么长的假期 是攀上高层的呀 跟我们可不一样了 你说只要撒撒娇 卖卖脸 就能吃香的 喝辣的 这日子过得不要太轻松啊 这世道还真是不公平啊 我们还是要好好努力的 不能跟某些人比嘛 你看看 说吧 你为什么要给杜小苏买衣服 让他住在你的房子里 我不管你做的这件事情 是出于什么目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弄清楚 杜小苏对这件事情 完全不知情 是不是 我不想冤枉了杜小苏 杜小苏什么都不知道 是我愿意的 出去吧 雷总 她承认了吗 何清飞 林向远这个人称呼很深 而且很不老实 下次跟她说话留个心眼 好 雷总 还有事吗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 我刚刚听到有人议论多要素 话说得很难听 我估计 女员工之间说得就更玄乎了 那几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 一个技术部的 两个工程部的 开了 给他们三个月全信 去吧 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上 爸 雨震哥他不接我电话 您说有他这样的吗 我天天舔着脸 跟着他屁股后边跑 他倒好跟看不见似的 他凭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会有微信啊 好像我没人要爱答不理的 来来来来 范侣啊 这两个人谈恋爱 要相互信任 特别是女孩子 要矜持 要不这样 您给他打 不然的话他听到我的声音 又该挂了 真是哪你没办法 小叔 雨震啊 忙着呢 没事您说 就是想问问 你跟樊绿最近还好啊 挺好的 怎么 樊绿是不是不开心了 难道没有 就是怕 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没有啊 没有就好 雨震啊 樊绿从小被我惯坏了 这性子倔 你呀 多担待担待 爸 帮着谁说话呢 小叔 樊绿是不是在您身边啊 要不我跟他送上去 樊绿啊 樊绿啊 雨震要跟你说话 喂 樊绿 要不这样 我们晚上找个地方 好好聊聊 好吧 那晚上见 爸 雨震哥说晚上会约我见面 你看你 这一会儿笑一会儿闹得 疯疯癫癫的 还是有真能知 你